就是没有虚假 真则不假了 臣则不虚 你要能够 保护你的真诚 发扬光大你的真诚 这叫自爱 我为什么对人虚伪 我为什么要欺骗一些众生 这个叫不自爱 人不自爱 怎么能爱万无呢 怎么能爱众生呢 没这个道理啊 自爱所表现的 怎么要爱自己 你能够修亲近心 是爱自己 你能够修平等心 是爱自己 你能够修正确心 是爱自己 今年四月 中国国家宗教局 要办一个 佛教世界论坛 也邀请了我 这个论坛的主题 和谐世界 重新做起 好啊 这个题目真是把中心抓到了 下面有 一个附体 心经 这是佛经上的句话 心安 则众生安 心贫 则天下贫 说得太好了 这三句话呢 这三句就是身心 怎么样的清净呢 修亲近心 真正是自爱啊 怎样的心平呢 平等心 怎样叫心安呢 心觉悟就安了 你就不安了 你看看禅宗二祖的故事 中国禅宗 慧国见大摩 冬天下雪 站在门外 雪都到膝盖了 大摩还是不理他 他把手背砍断 拿着手背供养大摩 大摩看着这个样子 这表示他诚意 问他 你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你要这样做法 我心不安 求大使给我安心了 大摩一成熟 你把心拿来 我听听看 一句提醒他 他听了这句话 回光返照 密心了不可得 他回大摩说 我找不到 我心在哪里 大摩说 一如安心尽 他怎么一下就觉悟了 觉悟心就安了 迷就不安了 这就安了 你看看 他这个附提 就是 无量寿经上的 清净平等觉 清净 心净 则过途径 心净则天下净 觉就安了 心安 在众生上 这叫什么 自爱 你要能够常常保持你的心 清净 心净 心平等 你觉得你这个叫自爱 自爱而后才能爱他 爱他就是慈悲 大慈大悲 慈悲是平等的爱 没有分别 没有知足 平等的爱 叫做慈悲 有等级 有差别的 就不叫慈悲 你里头有分别 有执着 那是六道轮回 里面众生的爱 情爱 又情 情就是分别执着 那个不相应 这是讲菩提心 菩提心 要用现在的话 简简单单给诸位说 就是自爱 爱他 这就是菩提心 你不懂得自爱 你就不可能爱他 真正爱他的人 一定是自爱 真正自爱的人 一定爱他 这个他 对象是 并而皆虚空皆 一切万物啊 不仅是有群众生 包括无群 爱人 爱一切动物 爱一切生物 爱山河大地 这讲到矿物了 範围之大 没有法子 去度量啊 变法界虚空皆 慈悲变法界 善意满苏婆 这是发布的心 这个心 真心 这个心 阿弥陀佛的心 是我们自己 本性 真心 你要把这个发出来 有这个心 想到极乐世界 加密头太容易了 一向专念 一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这叫一向 专念 不能夹杂 不能夹杂 夹杂什么 你分心 决定 哇塞 这一句 全经的 总纲领 总的 修行 指导的 原则 也就是 整个 净土中 修学 指导的 原则 你不能不懂 开头修学 一定是 一门 深入 常识 寻修 到什么时候 你才能 涉猎 其他的 这经教法门 觉悟了 为什么 觉悟就可以 因为觉悟 它不分别 它不执着 不分别 不执着 一切法 是一法 一法 是一切法 这样才行 你还有 分别执着 不行 那你要 是一切法 这样才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